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再来就是要注意的就是 我们急救之后 因为它时间都很短 按完有没有效 其实已经原始点 既是诊断也是治疗 你按了有效 就他处体伤 它很快就起来 了解吗 在一两分钟内 所以原始点这时候特别重要 那按了没有效 本处体伤 几乎就可以宣判死刑 他要活的机力很小 但因为人命势大 这个事情不能太轻忽的判断说 这样按完就一定死 那我们要进一步再来判断 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 在谈热人的时候有一句话 有热人则生 无热人则亡 所以真正的死亡 不是因为心脏停止而死亡 也不是因为呼吸停止而死亡 因为我刚刚已经讲过 如果这样算是死 那为什么有些人死而复生呢 这医学就讲不通了 一定是他怎么样 热人浩尽 简单讲就好像我们烧纸 烧成灰的时候 你以为没有火了 但你在丢一张纸的时候 它里面有热还会怎么样 再难烧起来对吧 这个叫做死灰复难 但如果你停留再久一点 连那个热度也不见了 你再丢纸下去 有没有效 还是没效 既已成灰 不可能再重新难起 那就是热人完全耗尽 就是我说的热人 所以原始点 这个就符合原始点的原理 所以原始点的体系就很严谨 也就是他的死亡 一定是看热人 不能看其他的 所以很多种现象你都不用看 那热人怎么看 热人表现在外的就是体力嘛 那在短时间我们怎么判断 如果按了没有效 好 我们再来进一步 因为人命关天啊 我们第一个看脸色 如果短时间面无光泽 那就可以确定 确定死亡了 你在短时间就可以判断 要不然这个很危险啦 你判断不出来 西医接手之后 你就没得完了 为什么 西医来一定CPR 那热人耗得更多 那怎么得玩 玩不起来 连背部都按不起来 前面更不用讲 也就是后面按不起来 你不要再寄托有什么可以救的 那你们也看强心剂 强心剂那个是冷的 更容易消耗热人 所以几乎是无招 我说他助体伤是西医无招的 那还有什么期待 那就是打电话就是确定死亡了嘛 那原始点这一个事情怎么确定 就是看脸色 我这样讲你们知道吧 那你看那个主持人餐厅 他倒下去那个脸色变黄大 一看就知道已经死了 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 也不用按 是这样判断出来 好 那这个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第二段 下一段 有热能则生 无热能则亡 热能可反映在脸色 通过观察促导者脸部变化 若有血色 叫易救治 反之 面无光则 比如脸色蜡黄 发青 苍白等 则较难救治 值得注意的是 心脏骤停 如果按推上背部原始点无效 则恐回天法术 需做最坏打算 此时 仍应观察患者脸部变化 若有血色 或许尚存一线生机 反之 面无光则 则更可判定 热能耗尽 大限已至 急救主要是保命 其次才是解症 鉴于心脏骤停 会瞬间夺取人命 面对促导之症 除非其意识清醒 还能表达 或手脸抽搐扭曲变形 否则最安全的做法 就是只要昏迷 皆先就地立刻按推上背部原始点 约两分钟 若无改善 再按推头部原始点 约三分钟 好 好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也就是倒下去 除非你很明显的看出有两个症状 第一个患者是清醒的 那我们前面有讲 心脏骤停一定什么 昏迷不能表达 有没有 所以这个违反了 那我们就不用管 这个一定不是心脏骤停 或是它手脚或脸部 手脚抽搐剧烈 那脸部扭曲变形 这一看就知道这个是什么 癫痫 那这个很容易辨别 那所以你直接按头部 了解我的意思吗 如果不是 你判断不出来 然后它只要昏迷倒下去 什么都不要想 应该按哪里 上背部唯一解答 也是唯一答案 然后按的时机非常重要 一定要怎么样 就地不要搬来搬去了 搬来搬去一两分钟 很快就过去 你搬完好位置了 它也差不多走了 所以立刻按 你可以側 把患者稍微側伸着 然后揉也可以 趴着 你姿势只要丑一点没关系 只要按得到就好 然后用手肘去顶一下 脊椎两侧 都要按 不要分左右边 那一般按 二到三分钟 如果没有起来 你第二个要怀疑 有可能头部也会昏迷嘛 对不对 那时候再按头部 还来得及 那两个都没有效了 那就怎么样 确定这一场 是本处体伤了 那就开始观察脸部 有没有血色 没有了 那大概就走了 面无光泽 比如脸色黄蜡 尤其像我们黄种人 大部分死掉的死相 黄蜡色是最多的 你说要到发黑 那个还有一段时间 最快就是黄蜡 没有什么光泽 那当然也有人说 是苍白 种种 但是我看到的 大部分都是黄蜡 那这个原则 应该大家都清楚 所以急救 不能太放松 我们来看早期 当然我们急救 也有救起来的 像要救 救又拍得起来的 其实很少 那我们来看早期 刘医师有一个案例 急救案例 最后一个 心脏病急救案例 这个还是算侧面 昏倒 有一个昏倒的 因为有病人昏倒 我们先做急救的 好 放着 我们把枕头 枕头呢 枕头 肚子跟它盖着 好 它这个 表情 脸色没有变 应该是心脏的问题 我们把它翻侧面的 要把它心脏先解开 用头把隔离 来被动胜 我们要吃 我们需要一张 吃 然后我们要吃 火候 然后就会吃 等一张 然后就在一张 看看 这张 这张 还要吃 所以 我吃 你会吃 我吃 好,現在醒來了,他已經在身影了 現在先把它按好以後再來按他的頭部 好,他眼睛已經醒來了 那個紅豆準備 好,頭部 先給他溫度 好,給他墊在後面 好,給他躺著 那袋子有一個衣服,你看肚子蓋著 你問他,他剛才是怎樣不舒服 是不是肚子 是不是胸悶 你問他原來有心臟病嗎 對,他原來心臟不好 這一個喔,你們看喔 應該是屬於第幾類的 不是第一類就是第二類 絕對不是第三類那個救不起來的 因為他你看,劉醫師還蠻聰隆的 還抬過來吧 然後我再看一看 那兩分鐘已經過去了 如果第三類大概就那個來不及了 那可能是第一類 要有按才會起來的 或是不按也會起來的 只有這兩種可能 所以剛好遇到的是輕症 所以這一個影片參考就好 不要學 不能學,真的 那這樣時機就錯過 也就是操作者應該趕快跑過去 以現在原始點的操作 因為那是早期啦 也沒有那麼遇到這樣 也不能怪他 我可能以前也會以為那麼很簡單 啊,抬過來吧 我可能也會這樣吧 但是以現在來看 我不敢這樣做了 聽到有人倒下去 我一定怎麼樣 衝過去了 然後也不用搬了 就地馬上做了 這才是正確的 因為分秒必真嘛 人命關天應該是這樣 那倒下去我說第一種可能 肌力也有,為什麼 你不按他有可能會起來 就像我舉的 像夫妻那個在計程車倒了 第三次在醫院才真的刮掉 所以他也會起來 那經過案跟處理之後 他不會再復發 比較容易這樣穩定下來 有沒有 因為我們從體傷跟熱人 直接重因解決啊 他就不再反覆 那這種反覆的我也聽過 好像就像有一次新聞報導 有一個飛機發作了 人家CPI起來了 那我認為不是CPI 我們現在幾乎可以確定 那那個因為有熱人 他也會起來 但是第二次他又倒下去 CPI起來沒有多久他又倒下去 在CPI就死了 那表示第一次如果有效 第二次也應該有效 但為什麼第二次沒效 因為本來就是按錯不應該好的 那而且在按的過程中會消耗熱人 那如果按了會好 我認為應該就是第一類 如果按錯會好的一定是第一類 那按好按對會好 我不敢說一定是第一類 也有可能什麼第二類 但是他熱人還比像第三類那個 還多了一點點 還有一點點時間讓你怎麼樣 繼續按 所以在這樣的操作時機 都不能心存僥幸 也就是那你如果把心臟作停 分成這三類你就知道 我一定要怎麼樣 立刻 時間都很寶貴 有反正我就處理 把體傷處理好 他不再讓它復發 這樣就對了 那如果有另外一類的就是 會跟你講 哎呀我胸悶胸痛 然後隔一段時間才心臟奏停 那這個更好救了 他在說的時候 我們就一定會按怎麼樣 上背部提傷 就立刻解決了嘛 好 那我們繼續來看下面 由於原始痛點位置深淺不同 且搶救分秒必争 所以按推原始點 雖然會消耗熱能 但力量仍不宜太輕 此外 在按推上背部或頭部原始點時 只要病症減輕或時間移到 急需停止 按推後 不論病症有無改善 患者若能吞咽 應以外內熱源溫支 患者若不能吞咽 則以外熱源溫支 好 這一段 這一句都要稍微解釋一下 像按推上背部的時候 你以前我們的手側是先左後右 現在不用 為什麼 因為右側也會心臟奏停 所以不是心臟在左邊 右邊就一定按左邊 不對 有時候是在右邊 所以既然這樣 因為我們的脊椎兩側我們說嘛 都有可能隱性病症嘛 所以你不要分 記得我講 反正急你下手不要想 這是右邊還是左邊 又耗了好幾秒 不要想 直接下手 哪怕右邊左邊 反正我揉一邊完再揉另外一邊 這樣就對了 然後力道呢 不宜太輕 以前我都說病人很稀啊 不要太 不要下力太重 我反而現在說不能太輕 理由很簡單 因為痛點的位置 有些是在淺層的 有些是在深層的 那你如果揉輕 萬一遇到患者的痛點 阿四穴是在深層的呢 那你即便按對了也錯過了 就像我們按推 有些人就是幫人家一直揉不好 咦 怎麼心胸那揉上背部 一定有效 怎麼沒有效 他說這個一定是本柱體傷 但輪到我去按 咦 它又好了 又變他柱體傷了 那道理在哪裡 很顯然嘛 沒有揉進去 我也遇過這樣的事 那所以在急救的時候 又分秒必真 這時候你的力道輕重 又是決定勝負 那這時候 你要趕緊怎麼樣 該下的力道你就下進去 那你按進去之後 淺層也有效 對吧 深層也有效 那你按淺只有淺有效 深沒有效 那你還是可能失誤 那這樣最保險的 還是要按深層 而且我們又有嚴格規定 只要患者一起來 你就不要按了 不要說要一定要按到兩分鐘 那即便這樣 短時間消耗的熱能都不多 不會像這種壓的 那個消耗熱能不會 所以你們也不用太顧力太大 所以在急救的時候 力道稍微比平常猛一點 這樣就對了 好 這些都很重要喔 因為急救的時候 已經沒有什麼好思考 平常都要很熟悉的 好 那按推不管有沒有效 接下來 因為按推沒有效一定是本處提香嘛 按按推有效它處提香 你還是要溫敷嘛 所以簡單講有沒有效 都要怎麼樣溫敷 那到底要不要內熱源 這個很多人都在問 最後不是看它昏迷不昏迷而決定 而是看它最後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你灌進去的東西它能不能吞咽 如果能吞咽的你就可以給它內熱源 不會吞咽的不要灌 就是以外熱源 因為反正你灌了也是在嘴巴它也進不了 那你要讓它束束口可以 也不用太灌 就是將它或是怎麼樣束束口 讓它舌頭吸進去 那這個是可以 我這樣講你們理解嗎 或是你們要用薑粉泥搓背也可以 就是按完沒有效再搓一搓 幫它舒緩一下讓熱源進去 這個我都不反對 因為接下來你們已經知道 那是本處提香了 那本處提香不在於按推 而在於怎麼讓熱源進去 好 那這個外內熱源的使用方法就是 尤其以內熱源到了後面 要不要用就是看能不能吞咽 好 那我們繼續看下面 其過程若病症反覆仍可按推 但須嚴守規定 同時要保持環境安靜 空氣流通 周遭溫度應於溫暖舒服為宜 總之 心臟驟停不可能憑空而生 它之所以會發生在上背部一定有體傷 為防患與未然可通過按推上背部原始點 以確認是否有壓痛點 或通過觀察患者是否有背痛 胸患 胸悶 胸痛 心悸 氣喘 呼吸困難等病症 與此兩者中 只要有一種情況出現 即表示上背部必有體傷 此時應加強按推即使用外內熱源 改善上背部的體傷及熱能不足 以防止心臟骤停發生 從而達到治胃病的目的 同理 腦中風及癲癇也可以採用相同方法 在胃病時 先處理頭部的體傷及熱能不足 使疾病消滅於無形 所以 平常說心臟驟停 好像沒有什麼痕跡它就發生了 這個是不對的 是西醫在講的 哪有有果沒有因的 果能不能憑空而生 不可能 就像你們 你們會存在 你們一定有爸爸媽媽把你們生下來 不可能你們從石頭蹦出來的 這是可以確定的 所以有果必有因 那怎麼心臟會突然間停止 這是沒有道理的 一定有因 那因是什麼 上背部體傷嘛 所以你如果擔心你以後會有 一覺不起來 或是突然間心臟驟停 那最好的方式是什麼 平常就檢查上背部 你把上背部兩條按按看有沒有痛點 然後稍微有時候測試的時候 稍微深一點 看看有沒有 連深層也沒有 那就確定上背部沒有體傷 那沒有因絕對不可能有果 了解我的意思嗎 這個就是自衛病 我說原始點可以達到自衛病 那為什麼 因為原始點把病症的起源素 還有解症的大開關都找出來了 所以他才有辦法診療一體 所以在還沒有的時候 我就可以診斷出來 那診斷出來之後 我就從把上背部解決 如果按了有痛點 我按推 然後還溫膚 然後讓他體傷修復 那按了再沒有體傷了 那就可以確定你這個已經解決了 頭部也是這樣 所以這才是最高招啦 要不然等他發作了 你旁邊的人喔 可能都不是學原始點的 我看你們那個樣子 你們今天如果沒有把家人帶過來 可能你家人學的可能都是CPR喔 那你就慘啦 所以最好還是怎麼樣 我跟你講 平常大家就 尤其急救罪一定要看我的 因為現在中風也好 癫症也好 那心臟驟停我已經講這麼白 西醫 那個他處體傷 它根本沒招的啦 這個在調音篇也已經講白了 那你們還有什麼保障科研 好 我最後一個應用啦 就是有一個它不是心臟驟停啦 但是是癫症還有心臟 上背部也有問題 因為呼吸也困難 一個案例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癫症及心臟病同時發作的急救案例 我太太患胸部積水已一年半 2017年12月24日凌晨2點多 突然把我叫醒 說呼吸困難喘不上氣 當時神情痛苦 人前腐後仰 焦躁不安 呼吸局促怕冷 我馬上幫他按推上背部原始點 曾經以此幫助他緩解呼吸局促多次 並且用熱電裹身以補充熱能 但是還沒有來得及緩解 他的情況就開始加劇 並突然倒下失去知覺 昏迷倒下時症狀 口吐白沫 抽搐 臉歪向右邊 好像要說話 但口齒不清 進而變成呻吟 兩手冰涼 臉色蒼白 並大量出汗 按推頭部原始點後 很快臉部歪斜恢復正常 也停止了口吐白沫的現象 但他一直呻吟 好像要得到更多氧氣 我們用多個紅豆袋 不斷輪流溫敷 大約昏迷後一小時左右 聲吟聲開始變成了大聲的喊叫 呼吸困難 儘管不斷用紅豆袋溫敷 手還是冰凉 當時北美原始點Luna建議 再次按推上背部原始點 補充內熱源濃姜湯 雖然病患排斥內脈熱源 我們還是堅持紅豆袋溫敷 我和兒子在旁不停更換紅豆袋 但我太太仍然不省人事 前後共持續兩個多小時 我太太醒來後 除了體力非常虛弱 沒有其他後遺症 但由於肺部有積水 血氧不夠 朋友建議我們使用氧氣 第三天有流鼻血 咳血痰的症狀 請教了張醫師 張醫師說 這是身體在自我修復 要我們不要緊張 三天後流鼻血 咳血痰的症狀消失 中風後的最初幾天 體力異常虛弱 也沒有胃口 只能喝少量的粥 雖然衛生間離他卧室很近 但必須有人搀扶才能走 儘管如此 我們還是鼓勵他 用駐步車幫助行走 每天堅持走走運動 現在是中風後的第四個星期 他的體力在緩慢恢復中 目前已不用駐步車 自己可在室內連續慢走二十分鐘 這個是癲症還是中風啊 中風 蛤 他又抽搐又吐白沫 那個是什麼 癲症嘛 我說中風是流口水嘛 癲症才吐白沫嘛 所以這個要記啊 那他何況還有抽搐 所以一判斷就知道 這個一定是癲症 但這一個 因為加上呼吸困難有沒有 然後還有那麼多症狀 所以有沒有危急 這個也會死人的 因為呼吸很困難的時候 會停止的啊 那所以為什麼要趕快 又按上背部有沒有 他頭部這些抽搐啊 吐白沫啊 按頭部就改善了對不對 但呼吸困難啊 然後身影聲很大啊 那這上背部的問題啊 而且記得身影聲很大 是上背部 了解吧 所以趕緊按上背部 呼吸困難也是 那他就會比較順暢 所以這個是 這個患者很明顯 他是既有頭部體傷 也有怎麼樣 上背部體傷 但同時發作 所以特別嚴重 好 這個以後再急救你們就知道 為什麼有時候 上背部昏迷揉了沒有效 還要揉頭部 即便有時候頭部 上背部揉起來 有時候他頭部還會劇痛 那還是可以揉頭部 把其他的體傷再解決 好 那今天急救 這樣應該講完了 因為這一篇急救應該是 我認為啦 跟現有的醫學有沒有很大的差距 太大了 因為現在心肌梗塞幾乎西醫 是束手無策啊 那這一個部分 我認為原始點可以代勞啦 只是西醫 好像不想讓出這個位置 所以你們民眾啊 要自求多福啦 只能這樣說啦 好